小朋友,你的爸爸都会做什么呢?会和你做游戏吗?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关于父亲的故事,一起去看看吧! 小熊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和爸爸一起玩游戏。 今天,爸爸有一整天的时间可以陪他,小熊开心极了。 爸爸,咱们两个玩游戏吧! 什么游戏呢? 吹羽毛? 宝贝,这样,我把羽毛吹到你身上,就算我赢了,来啦,看招! 熊爸爸太厉害了,小熊可不是他的对手。 这么玩可不行,我得想象主意。 嗯,有啦! 小熊找来了他的好朋友小象。 爸爸,能带我的好朋友一起玩吗? 当然可以! 小熊真厉害,长鼻子一下子就把羽毛吹到了熊爸爸身上,小熊赢了! 嘿嘿,这就是爸爸同意的结果。 接着,他们玩起了踩脚丫的游戏。 我开始咯,宝贝,爸爸,我先来。 不行,这回轮到我先玩了。 好吧,爸爸,是玩踩脚丫吗? 是的,你抬一次脚,我抬一次脚,轮流向前走,看谁先踩到对方。 记住啊,宝贝,啊,爸爸,你耍烂,不是你抬一次我抬一次吗? 你怎么抬了两次? 哪有啊,就是可以这样玩的。 宝贝,咱们就这么玩吧。 嘿嘿,宝贝,我赢了。 接着是骑大马游戏。 爸爸,咱们骑大马吧。 大马游戏? 就是,我坐在你的膝盖上,假装骑在大马上,你哒哒哒哒向前跑。 可我不是马呀,是不是更像一头熊? 好吧好吧,那咱们就骑大熊吧。 来,宝贝,坐我腿上。 哒哒,小熊奔跑在草地上。 它们骑着大熊,又玩起问答游戏。 蜜熊要做什么呢? 蜜熊要把蜂蜜舔。 浣熊要做什么呢? 浣熊用香草拔枣洗。 狗熊要做什么呢? 狗熊自立呆呆坐。 那野熊要做什么呢? 野熊,野熊倒栽葱。 啊,爸爸,爸爸,再来一次,再来一次倒栽葱。 一只蜜蜂飞过来,嗡嗡嗡,嗡嗡嗡。 在你眼前跳着舞,嗡嗡嗡嗡,嗡嗡嗡。 阳光阳光,快化,快化。 它们又开始玩小蜜蜂游戏了。 快把眼睛闭起来,猜得蜜蜂去哪儿了? 在我背后。 错错错,它在你的肚子上,遮遮遮。 哈哈,该我了,爸爸,一只蜜蜂飞过来,嗯。 接着,它们上起了飞行课。 爸爸,你看见了吗?大树也会飞。 宝贝,那些啊,是种子,种子飘到哪里,就在哪里生根发芽,风树就是这样一袋一袋传下去的。 石头,也会飞吗? 会飞啊,宝贝,你可以让又小又扁的石头飞起来。 那小熊也会飞吗,爸爸? 只要它有个强壮的爸爸就可以了。 哦,飞喽。 然后是会不会游戏? 宝贝,你会这个吗? 我能同时用左手和右手做不同的事情。 爸爸,你简直是无所不能。 宝贝,你会这个吗? 我能把舌头伸到鼻子尖上。 宝贝,你会这个吗? 我能用左脚勾到左耳朵。 宝贝,你会这个吗? 我能用左手揉肚皮的时候,右手拍肚皮。 熊爸爸太厉害了,似乎什么都会。 终于,熊爸爸累了,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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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 从前呀,有一头又大又胖的象,你能演大象吗? 没问题,这是长长的鼻子。 从前呀,有一头又大又胖的象,它谁都不怕,除了小老鼠。 一只老鼠走过来,吱吱吱,快来瞧,快来看,看见那头象了没有?要不要去隔着它? 大象,撒腿把命逃。 求你别讲了,我都摔倒在地上了。 爸爸,接下来大象是这么说的,这个故事真愚蠢。 爸爸真厉害,似乎什么都会。 爸爸,有没有一件事,我比你做得还好呢? 那咱们找找看,你会做什么呢? 我能在睁一只眼的同时,闭上另一只眼。 爸爸也行啊,看着,爸爸还会对眼呢,还会动耳朵呢。 你知道我会什么吗? 我能一口气,翻好几个跟头。 爸爸,你能行吗? 哦,宝贝,爸爸不行。 爸爸,知道我还有什么事,比你做得更好吗? 我能藏的,让你找不着。 说着,小熊就要跑远躲起来了。 哎,宝贝,你在哪儿呢?快回来呀。 爸爸,我还知道一个好玩的游戏。 宝贝,给爸爸讲讲。 现在沙子都能变成水,你只能在大石头上走。 有趣儿,咱们现在就玩。 爸爸,担心啊,草是烫的,不能踩。 哎,宝贝,爸爸走不了了,不然就把脚烫上了。 我就不会,爸爸,看我的。 说着,小熊就两只脚踩在了爸爸脚上,可不是不会烫脚了。 太阳快下山了。 宝贝,咱们回家吧。 爸爸,你得背着我。 背你呀,你太沉了。 你等等,爸爸有主意了。 熊爸爸和小熊干脆玩起了推小车的游戏。 宝贝,你干什么呢? 走错方向了。 走这条路,永远都到不了家。 没错,没错,爸爸,不过,我还不想回家呢。 你是世界上最好的伙伴,我们现在玩藏猫猫怎么样? 宝贝,这是今天最后一个游戏了,晚安。 小熊依依不舍地睡觉去了,和爸爸的快乐时光总是这么短暂。 小朋友,父亲节到了,记得跟爸爸玩游戏哦,还要对他说,父亲节快乐。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,快来点个关注。 玛雅这里每天都有好玩的故事哦。